安易車停放在路旁 無故被撞 讓車主氣炸了 日前有民眾把車停在了桃園平鎮的路旁 但是無故遭撞 肇事車輛不只沒有停車 還馬上離開了現場 民眾發現之後非常生氣 公布了監視器畫面 另外在南投也有肇事件發生 一輛進口跑車 無故擦撞兩台停放在路旁的車輛 撞機力道非常大 現場車殼碎片掉滿地 跑車的保險桿也掉在現場 而肇事駕駛直接離開 一輛進口跑車 開過民宅前小路 不知何故 連續撞了兩輛車 先撞白車車尾 接著再撞到手旅車車頭 撞機瞬間 三輛車車殼破裂飛散 不過肇事車沒要停 直接離開現場 過程全被監視器拍下 事發在2號凌晨4點多 南投草豚一處民宅前 遭撞車輛板金凹陷 車體嚴重破損 而肇事車輛的保險桿也留在現場 早上民眾發現愛車被撞成這副模樣 急得報警處理 當事人駕駛自小客碰撞 兩部停放於民宅前車輛後離去 經本所積極調閱相關監視器後 以聯絡當事人道案說明 同樣也是照逃 桃源平鎮上個月30號晚上9點多 有民眾把車停在路邊 卻莫名其妙被擦撞 監視器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被裝車輛瞬間劇烈搖晃 而這肇事者同樣沒減速 反而加速逃離 民眾發現後 氣得公佈監視器畫面要尋人 而警方以車追人 目前已鎖定當事人身份 要他們道案說明 釐清肇事主因 接著報導 nem Oracle 等 搖晃鱼機構 載入 插аз的地震宇力 outcome 全部報導 現在